马乃特医生 直到离开之后的第四天的早上才回来 他把那段可怕的时间内发生的许多事 都对卢西成功地保了秘 许久之后 卢西才听说 一千一百个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 已被群众杀死 这场恐怖勾当 让四个白天和四个夜晚阴云密布 卢西周围的空气 也都充满了被害者的血腥味 他只听说有人进攻了监狱 所有政治犯都遭到危险 有些人被群众抓出去杀死了 医生要求罗瑞先生严格保密 然后告诉他说 人群把他带过了一个屠杀的现场 来到了拉夫斯监狱 他在监狱里 看到了一个自封的法庭开庭 囚犯们一个个分别被压了上来 由法庭迅速地下命令 集体处死或者是开示 也有少数几例又被送回了牢房 他被引路的人送到了法庭上 自爆了姓名和职业 又说曾在巴士底遇受到没经过审判的秘密监禁达18年之久 审判官洗礼 有一个人站了起来 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 那个人就是德瓦瑞 医生看了桌上的花名册 肯定了他的女婿还在活着的囚犯名单里 于是苦苦地请求审判官们保全他的性命 给他自由 那些审判官们 有的睡着了 有的醒着 有的满身血污 有的干净 有的清醒 有的醉了 由于医生是已经被推翻的制度的 引人注目的受害者 他们对他表现了慷慨而疯狂的欢迎 而且同意立即把查尔斯·达尔内 带到这个无法无天的法庭来审讯 达尔内差不多快被释放的时候 有利于他的潮流 似乎受到了某种没有解释的阻挡 于是秘密开了一个小会 交换了几句话 然后坐在主席座位的人 便通知马内特医生 囚犯还需要扣押 但是因为医生的缘故 要做安全扣押 不受侵犯 随即一声令下 囚犯又被带走了 关进了监牢 医生于是强烈的要求 批准他留下 以便保证他的女婿 不至于因为恶意或者偶然 被交给暴民 那些暴民们 在大门外面要求杀人的叫嚣 曾多次淹没了审判的发言 医生得到了批准 便留在了流血的大厅里 直到危险过去 他决定 对他在那儿所见到的景象 包括仓促进餐和睡眠在内 只字不提 囚徒们被砍成几块的时候 人们那疯狂的残忍 令他吃惊 可同样令他吃惊的 还有囚犯得救的时候 人们那疯狂的快乐 他说有一个囚犯获得释放 来到了街上 却叫一个野蛮人误伤 挨了一长毛 有人求医生去给那个人裹伤 医生从同一道大门走了出去 却发现那伤者 躺在一群似乎最善良的人的手臂上 而那些人 却坐在被他们杀死了的人的尸堆上 在这场噩梦里 这群人以光怪陆离的前后矛盾的态度 帮助了医生 以最和善温柔的关心 照顾了商号 为商号做了一个担架 而且小心翼翼地 把他抬离了现场 然后又抓起武器 投入了一场屠杀 那屠杀非常可怕 医生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却还是在中途昏了过去 罗瑞先生听着推心致腹的密谈 望着现在已经62岁的朋友的脸 不禁担心起来 他害怕这种恐怖的经历 会引发往日的那危险的疾病 可是 他却从来没见过 他的老朋友像现在这个样子 有现在这样的性格 医生第一次感到了 他经历过的苦难 原来是一种力量和权威 他第一次感到 他已经在那熊熊的烈火里 锻炼成了钢铁 现在可以打破他女婿的牢门 把他救出来 医生对罗瑞先生说道 往日的一切都通向一个好的结果 并不完全是浪费和破坏 当初我心爱的女儿帮助我恢复了健康 现在我也要帮助她 恢复跟她一体的最亲爱的那个部分 我要靠上天的帮助来完成这一工作 这就是马纳特医生此时的情况 罗瑞先生看到了医生那燃烧的目光 坚定的面容 沉着有力的表情和态度 当他心目中医生过去的生活 似乎永远像一座多年停摆的时钟 可现在 他确信 他又已被废弃后 所积蓄的沉睡的经历 搭搭地走了起来 即使当时医生要克服的困难 比现在还要大得多 在他那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 困难也是会退让的 当他坚持在内科医生岗位上的时候 他的任务是为各种层次的人治病 自由人和不自由的人 有钱人和穷人 坏人和好人 他聪明地运用了他的影响 不久便成了三个监狱的御医 包括拉夫斯监狱 他现在可以安慰Lucy说 他的丈夫再没有受到单独的监禁 而是和其他的囚犯监禁在一起 他每周都要和查尔斯见面 并且从他的唇边 直接带给Lucy甜蜜的消息 有时Lucy的丈夫 自己还给Lucy写一封亲笔信 虽然从不由医生转交 但是却不准Lucy给他的丈夫写信 因为在有关监狱的种种 响入妃妃的怀疑当中 最响入妃妃的怀疑 是指向有海外亲友 或者跟海外有长期联系的外逃犯的 医生的这种新生活 无疑是坐卧不宁的 然而 精明的罗瑞先生却看出 有一种新的自豪感支撑着他 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高尚的自豪 不曾沾染不当的色彩 但是 他却像观察真奇事物一样 观察着医生 医生知道 在那以前 在他女儿和朋友的心目中 他过去的牢狱生活 都跟他的苦难 困顿和弱点相联系 现在不同了 他知道 那过去的考验 已经给了他力量 而女儿和朋友 正把查尔斯最终获释的希望 寄托在他的力量上 他为这一变化而欣喜 他领着头前进 让那两个人像弱者依赖强者一样 依赖着他 他跟露西往日的关系 现在颠倒了过来 颠倒那关系的 是他切身体会到的感激 至爱之情 女儿为他做过那么多的事情 现在他能够为女儿做一点事 他为此自豪 此外别无理由 罗瑞先生 友好而精明地想到 这看起来很稀罕 其实倒也很自然 也很正常 亲爱的朋友 领头前进吧 继续前进吧 你是最合适的人 尽管医生努力奋斗 从不松懈 想让查尔斯丹尼获释 或者至少得到审讯 但是 当时的社会潮流 却太迅猛激烈 使他无法抵挡 新的时期开始了 国王受到了审判 判了死刑 砍掉了脑袋 那自由 平等 博爱 或者死亡的共和国 向武装进攻的世界 宣布了 若不胜利 宁可死亡 巴黎圣母院 巨大的塔楼顶上 黑色的旗帜 日夜招展 三十万人的大军 为抗击全世界的暴君 响应号召 从法兰西各地 猛然崛起 仿佛田野上 变洒了龙齿 结满了果实 从山上 也从平原上 从岩石上 也从碎石上 和冲击土壤上 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之下 也在北方 激云的天空之下 从丘陵里 也从森林里 从葡萄园 也从橄榄地 在捡过的草地上 也在收割过的庄稼地上 沿着广阔的河流的 接着果实的河岸 也沿着海岸的沙滩 到处都结出了龙齿的果实 有什么个人的忧患 能够抗衡共和国自由元年的 滚滚洪流呢 那洪水是从下面涌起的 而不是从天上落下的 天上的窗户是紧闭着的 而不是敞开着的 没有休止 没有怜悯 没有和平 没有宽松的休息 也从不计算时间 虽然咒语业 总按创世的第一个咒业 便存在的常规 循环不已 其他的计算 却已不复存在 一个民族 像高烧病人一样 发出了狂热 时间是无从把握的 一时柜子手 举起国王的手机 让人民观看 打破了整个城市 不自然的沉默 又一时 几乎就像在转瞬之间 他那面目嚼好的 妻子的手机 又捧了出来 牢狱中八个月 凄惨的寡妇生活和苦难 已经让他花白了头 按照在这种情况下 流行的奇怪的矛盾法则 时间是漫长的 虽然他火烧火燎的 飞逝着 京城里的革命法庭 全国的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 还有那剥夺了自由 或生命的一切安全 并把善良无辜者 叫到邪恶的罪犯手里的 嫌疑犯法 沾满了无处申诉的 无辜者鲜血的监狱 这些新东西 刚建立不久 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秩序和性质 在几周之间 就已仿佛成了历史悠久的成规 其中的佼佼者 则是一个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世界的地基里冒出来的 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的 争名形象 那位犀利的小姐 方明断头台 它是俏皮化的主题 治疗头痛的最佳良药 药到病除 使你头发永不花白 它让你的皮肤特别娇嫩 顷刻苍白 国家级剃头刀 一切脑袋保证剃光 谁要亲吻段小姐 往小窗户里瞧一眼 一个喷体 就栽进她的口袋里 它是人类复兴的象征 取代了十字架的地位 她的模型被佩戴在 扔开了十字架的胸口上 凡是十字架叫人否定的地方 她就受到膜拜和信仰 她剃掉的脑袋太多 她污染的土地和她自己 都成了红乎乎臭烘烘的一片 她可以像个拆卸玩具一样 分成零件给年轻的魔鬼玩 而到行事需要的时候 又可以重新装配使用 她让雄辩者说不出话来 让强有力者跌倒在地 让美和善遭到废弃 二十二个声名显赫的朋友 二十一个活的 一个死的 她在一个早上 把他们全都砍掉了脑袋 只费了二十一分钟 圣经旧约中的那个大历史的名字 落到了使用那东西的官员头上 但是那位官员 有了这个武器 却比他的同名人还要强有力 眼睛也更瞎 每天都在拆除着上帝的殿堂 医生在这样的恐怖行为 和恐怖人物之中 昂首阔步地行走 她深信自己的力量 谨慎地坚定自己的目标 从不怀疑 自己最终能够救出 Lucy的丈夫 然而 强大而深沉的时代潮流 匆匆地流过 猛烈地卷走了时光 医生虽然仍然照样坚定自信 查尔斯却已经在狱中 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那年的十二月 革命越来越凶残疯狂 南部的条条河流 堆满了夜间被暴力淹死的尸体 南部的冬季的太阳下面 囚徒被成牌成牌成片成片的枪杀 医生仍然在恐怖中 昂首阔步地行走 那时的巴黎城 没有人的名气比他更高 也没有人的处境比他更奇特 在医院里和监狱里 他沉默寡言 温和亲切 是个少不了的人 他用他的医术 为杀人者和受害者同等的服务 但是却是一个局外人 在他救死扶伤之际 当年八十底囚徒的外表和故事 使他远离众人 他从没有受到过怀疑 也从没有受到过传讯 仿佛他的确是 大约在十八年前就已经死去 现在才复活的 或者索性就是一个 行动于活人中间的孤魂野鬼 一年零三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 露西无时无刻不感到 断头台明天就会砍掉 她丈夫的头 球车每天都载满了死刑犯 颠簸着沉重地驶过街道 可爱的姑娘 漂亮的妇女 棕色头发的 黑色头发的 花白头发的 年轻的人 壮士的人 衰老的人 贵族出身的 农民出身的 都是断头台小姐的 一杯杯红色的美酒 都是每天从监狱 可赠的黑暗地窖里取出 来到阳光下 通过街道 给小姐送去小姐 她的产可的美酒 自由平等 博爱或死亡 最后一项 可要容易办得多 啊 断头台 如果那突然的 横祸和时间的飞轮 把医生的女儿 下了个目瞪口呆 使她只好 怀着失望 静候结果到来的话 她的遭遇 也不过是 和千百万人的遭遇相同 但是 自从她在 圣安托万区阁楼里 把那白发的头 搂到自己青春的胸前以来 她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职责 在受到考验的时候 尤其如此 正如一切 沉默 忠诚 善良的人一样 在他们搬进了新居 父亲开始了常规医疗工作之后 她就把她那小小的家庭 安排得井井有条 仿佛丈夫 就在身边 一切都有固定的地点 和固定的时间 她跟在英国的家里 全家团聚的时候一样 按时给小Lucy上课 她用一些小花样 来欺骗自己 装出相信全家 即将团聚的样子 她为丈夫早日回家 做些小准备 给她准备了专用的椅子 把这椅子跟她的书 放在一边 除此以外 她还专为一个亲爱的囚徒 庄严祷告 那个人跟许多不幸的人 一起生活在监牢里 死亡的阴影之下 那几乎是 她所能用语言倾诉 宣泄自己沉重心去的 唯一的途径 Lucy的外表变化不大 她跟孩子 都穿着类似丧服的 朴素的深色服装 却全都跟 欢乐日子里的彩色服装一样 收拾得整整齐齐 她鲜活的脸色没有了 以前那专注的神情 经常出现 而不再是偶然一现了 除此之外 她仍然很漂亮 很美丽 有时她在晚上 亲吻她父亲的时候 会哭出声来 翻译出全天压抑的忧伤 而且说 她在上天之下 唯一依靠的 就是她父亲了 她父亲 总是坚定地说 她遭到的变化 没有不让我知道的 我知道 我能救她 我的Lucy 这一家人的生活改变了 几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 父亲一回家 就告诉Lucy 我亲爱的 监狱里有一个高层的窗户 下午三点钟 查尔斯有时可能到那儿去 如果你站在街上 我告诉你的那个地方 而她又到了窗口 她认为 她是有可能看见你的 但是她能不能到窗口 却得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来决定 不过 你是看不见她的 我可怜的孩子 即使看见了 也不能有所表示 因为 那对你太不安全了 告诉我地点吧 父亲 我每天都去 从此以后 无论什么天气 她总要到那儿 去等两个钟头 时钟一敲两点 她就已经站在那儿了 直到四点钟 才断了念头离开 如果是天气不太潮湿 或者是不太恶劣 能带孩子 她就带了孩子一起去 平时 她就一个人去 但是 从没有错过一天 那是一条弯曲小街的 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 那儿唯一的房屋 是一个把柴 锯成短段 便于烧壁炉的工人的小棚屋 此外 就只有墙壁了 她去的第三天 那锯木工 便注意到了她 日安 女公民 日安 公民 这在那时 是法定的招呼形式 不久前 在较为彻底的爱国者之间 不自觉形成的这种模式 现在已经成了 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你又在这散步了吗 女公民 你看见的 公民 锯木工是个小个子 手势特别多 她望了望监狱 用手指了指 扎开十个指头 放到脸前 代表铁栏杆 装出了窥看得滑稽的样子 她继续说道 可这跟我没有关系 说完 她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 锯木工探出头来找Lucy 见她一出现 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 又到这来散步了吗 女公民 哦 是的 公民 哦 还有个孩子 她是你妈妈吗 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吗 妈妈 是的 你要回答 乖乖 是的 公民 哦 不过 这可没有我的事 我的事 是锯木头 看见我的锯子了吗 我把它叫做我的断头台 啦啦啦啦 他们的脑袋 全都掉下来了 看这儿 啦啦 噜噜噜 这个女人的脑袋掉下来了 现在 是个小孩 是个小孩 唧咕唧唧 屁咕屁咕屁咕 哼 小孩的脑袋也掉下来了 满门抄斩 咕唧 咕唧